我是桂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solution,可能不是简单 你要提出解决的方法 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呢,新闻上就会 开始讨论很多跟气候变迁有关的议题 那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很多有在关心 国际新闻或者是关注气候变迁 环保议题的听众朋友 一定都会听过COP或者是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迁框架公约这些名词 那COP27呢,今年它是在埃及夏姆希克举行 那COP它是联合国专门 它是这个会议呢,是专门为了要去执行 联合国气候变迁框架会议 所以每年呢,就会把所有的这个会员国 把大家召集起来 每年都要来讨论一下这个全体人类 要如何来面对所谓的这个气候变迁 所带来的这些巨变 可能会有一些可见的灾难 可能有些地方不该下雨的下很大的雨 然后过去很长下雨的突然到很灾 北极可能冰都融化了 然后可能不该下雪的地方下很多雪 全球都有很多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 那海平面上升等等的 那都是我们全体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那这COP呢,它就像是一个 全世界所有国家一起来处理 气候变迁议题的一个大平台 那台湾呢,我们虽然因为这个 外交困境的关系 我们没办法成为联合国气候变迁框架 公约的缔约国 但是我们台湾政府呢,还是会 想办法用很多的形式 来去参加这个COP的相关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专名词 殖密,那他今年也亲自到了埃及 来参与这次COP S7 那我们这一集就非常想听听看 这个殖密来跟我们分享 这次在COP S7 未来就这个气候变迁 有没有一些什么趋势 然后可能对于产业会有什么影响 那回过头来在台湾这几年 我们也在讲 譬如说蔡总统在讲 2050年要这个有个 净零排放的这个目标 就是我们台湾真的做得到吗 那如果在这个全世界趋势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那我想一开始 我想要先请殖密 其实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COP这个东西它是什么 我刚刚虽然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但是我想说 我们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 可能今天第一次听到COP 或者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气候变迁框架协定 这些字眼 就这一些东西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是指什么东西 大家好 我是庄明池 在这议题上来讲 其实我是来自于 经济部禁宁办公室 那经济部在今年 王梅花部长 其实他非常重视 禁宁这个议题 所以他特地的成立一个办公室 因为过往 经济部负责禁宁议题 因为禁宁牵扯到 产业的问题会有工业局负责 那能源的问题会有能源局负责 甚至他会有贸易的问题 有贸易局负责 然后会有中小企业 包含中小企业处负责 所以他涉及的 经济部的局处相当多 那部长认为 禁宁在去年总统宣示 台湾要禁宁 那今年台湾 也提出了自己的禁宁路径之后 他认为禁宁部应该要有一个 单位来终整这么多局处 在不同面向所负责的 一个禁宁的议题 所以特地成立了禁宁办公室 那禁宁办公室 就是由研发会来负责 所以我就是 这个禁宁办公室的一个负责人 所以有这个背景 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不然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研发会会来讲这件事情 对因为大家会觉得很多 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都在一起 其实是有这样子一个背景在的 禁宁涉及到很多的 不同的面向 那经济部很多的可能局处 需要横向的整合 带领大家就统合大家 要往这个禁宁的方向迈进 对对对 好那我就回到 刚刚主持人的提问 那个COVE其实就是叫做 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的 第一约国大会 那第一约国大会原则上 其实它除了也就是 前面的那个公约 后需要衍生的 一连串的问题 因为其实 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的公约本身 它是在1992年 联合通过 然后它有一定的 批准程序之后 它是在1994年 在正式生效 那这个公约 它其实只是一个 因为刚刚主持人有讲 它是一个framework 所以它是一个 框架式的公约 它并没有在公约里面 去做一些强制性 或是一些制约性的 一些规范 它只是提说 我们人类应该去 共同来解决 关于问世气体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可是这个问题 它必须要被处理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些 比较规范式的 比较执行面的一些 全球怎么来行动的 一些事情 要后续被讨论 所以它后续就透过 缔约国的会议 由领和国所有的签约的国家 然后来讨论 后续要怎么做处理 所以或许大家会听过 所谓的京都议令书 就是在COP3 就是第三届的缔约国大会 在京都举行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制定了一个 到底未来 整个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 我们怎么去减少 温世气排放 订定的所谓的京都议令书 那京都议令书 它里面就有规范 大家或许之前听过 所谓的附近一国家 也就是那些以开发国家 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们后面可能 都会有类似这样的逻辑 去谈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会认为 温世气的问题 其实是 大家知道 它是因为人类活动 所造成的 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 因为人类开始 大量的使用煤炭 石油 天然气等等 化石 燃料 那所造成的 温世气排放的问题 所累积的 大家在共同讨论 这个议题的时候 很多国家就会认为 那这个问题的发生 应该回到 到底问题是谁造成的 来谈 大家应该负担 什么样的责任 所以就会认为 之前工业化国家 或是曾经反动的国家 这些已开发国家 它应该为 过去他们所排放的 温世气体 来负比较大的责任 所以在 进入一定书的规范里面 就会要求 所谓的附件一国家 它是在出现 进入一定书的 后面的附件一 的那个国家清单 那大部分就是我刚所介绍的 以开发国家 或是曾经 反农过的国家 就像波兰 捷克这些东欧国家 其实他们之前曾经在一段时间 是很兴盛的国家 所以他们 也对 现在所累积的 温世气体 有一定的贡献 所以就要求 他们要负担 被规范一定的减量责任 那其他的非富建议国家 因为他们认为 过去我并不是 这些温世气排放的凶手 所以在进入一定书里面 并没有去规范 这些非富建议国家的 简单责任 所以他就是透过 这样子的公约来讨论 到底谁要负责 他怎么负责的问题 那后续衍生到 大家可能最近常会听到 在2015年 巴黎所召开的 COP21 就是第21届的 那个第二国大会 那他讨论了一个 新的一个公约 因为之前谈的 进入一定书 他讨论的内容 只讨论到2020年 所以在2011年 将界的时候 大家就要开始讨论 那2021 20年以后 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在2015年 我们就讨论一个 新的框架 就是所谓的巴黎协定 那他就定了 另外一个新的规则 那新的规则就是 要求 因为从一开始 进入一定 要求富建议国家 要遵守规定 可是后来就发现 富建议国家 或许已经开始执行了 一些减碳的一些措施 也有效的ED 或是减少他们的排放量 可是其他的 非富建议国家 因为没有规范 然后他们要继续繁荣 继续发展 他们就用了更多的能源 所以后来反而是 这些非富建议国家的 排放的成长的速度 比这些国家大了很多 而且甚至有些国家 翻转成是 全球首第一名的排放量 大家知道是谁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到2015年 在讨论的时候 就要求全球所有的国家 都应该要减少责任才对 可是又回到了草 到底谁要负责比较多 谁要负责比较少 那谁应该提出多少减少责任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 其实也吵了一阵子 然后到巴黎协定 就是那时候的法国总统 对 他就提出说 那我们或许 就不要规范大家 定多少责任 我们就每个人都自己提自己的责任 那你就可以自己定国家的目标 那这就是大家后面 我们常会听到的NDZ 就是国家自主贡献 就是你国家自主提出 针对减少的部分 你要有多少的贡献 所以每个国家就会提出 那我每个国家要 在2030年 我要相较于过去的 哪一个基准 你要减多少 所以大家或许就会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减碳的一个 自主贡献的一个讨论 所以先跟大家知道 所以台湾也提出来 即使我们不是联合会员国 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地球之春的医员 那我们也择护旁 我们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目前在国家的法规 就是目前台湾在讨论 气候变迁 温室气质减量问题 其实就是黄保署主管的 温室气质管理法 里面他有要求 政府应该要订定 所谓的阶段目标 那我们现在目前定的 2030年的目标 是相较于2005年减20%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我要讲的这么清楚 就是2030年要相较于 2005年减20% 因为你到时候 如果摊开全球100多个国家 你会发现每个国家 虽然第一个起息点 讲到NDC 它全部规范是 2030年你要定23的目标 可是后面的叙述方法 就完全不一样 其实国家它会比的 就不一定是 跟我们一样是2005年 而且这国家比的 可能你会听到 韩国可能之前比的是 2008 09 然后后来它最近调了一半 它比了2018 因为它会发现基准年的移动 就会造成它下降的幅度不同 它基准年的量 可能会比较高或比较低 所以相较于跟2030年比 它的下降幅度就会不一样 所以要提醒大家 常常去比较 每个国家的减量责任的时候 不能只有看最后那个数字 因为这是非常tricky的地方 我们这次去 有会发现 我们特地跑到韩国 我在那个大会 它有让有一个区域 让每个国家在那边设 他们的有点展示空间 去展示那国家怎么做 然后那个空间就会去 那个国家就会安排 一连串的一个演讲 然后来报告或是谈讨 那个国家有兴趣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就特地跑到 韩国的一个他们展览去看 然后他们也提出说 韩国要怎么去提出 我们减量目标 它也会很技巧性的 只告诉人家说 而我们2030年我要相较于2019年 我要减40% 可是它只会秀那个40%的数字 它不会告诉你 它跟它哪一年比 可是我们尝试着跟 如果跟台湾又一样的算法 如果我们把韩国的 2005年的排放量抓出来 就跟台湾一样 2030年如果韩国跟它 2005年的排放量比的话 其实它只减了将近14%了 那没有很多 所以没有比我们多 可是你常常会听到说 台湾要提到40% 我们要跟哪些国家看齐 可是你会发现 我要这边再提一个概念 就是气候变迁 它虽然是一个要解决 所谓的全球污染化 气候变迁 这样子的环境议题问题 可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 因为这个议题 所造成的主要原因 其实将近八九成 都是来自于全球的一个 化石能源使用的一个状态 那以目前人类的经济 其实大部分还是仰赖化石能源 为主要的一个经济体系 因为从以前煤炭时代 到现在的后石油时代 再到可能大家现在 常听到的天然气 它都是化石能源 你要短时间去改变 人类的这样子的一个 能源使用形态的一个驱动 所驱动的经济体 其实它是有困难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单纯的环境问题 因为它背后衍生的就是 能源问题 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那经济问题也会衍生 它可能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也是一个国家竞争问题等等 所以它的问题 就必须要很多的面向来思考 你会发现 在国际政治上 其实也是活生生的 这样子的一个舞台 来做彼此的一个竞争 那我们在讨论 今年27 COP27以前 我们是不是先回顾一下 去年COP26 就从去年26 到今年27 中间有没有一些进展 都是连结 好 你提到一个蛮有趣的问题 因为去年COP26我也有趣 去年是在Galasco 因为刚刚执密讲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框架协议 联合框架的框架协议 就是说这个协议本身 没有去规定什么东西 它就是规定大家要固定来开会 讨论出该怎么做 可是它每一次 其实就刚刚介绍的 其实在进入医书 到后来巴黎协定 那个规定就开始出来 逐渐都有发展出来 对就发展出来 所以每一次 所以COP252627282930 每一次开会 有没有什么具体结论 其实就很重要 其实要看那个议题的发展 就是刚刚讲的 从那个进入医书 在第三次会议讨论 他确定了到2020年之前的 各国的一个责任分配 跟他执行方向 跟一些国际怎么去合作的 游戏规则之后 其实他一直到2015年 才去又定了第二个 比较偏执行面 就讲的巴黎协定 那巴黎协定 他现在的探讨 其实就是原格上来讲 他已经可以无限的延伸到 2050年甚至更久 因为他是定了一个 每个国家在一段时间之后 就要提出我刚刚讲的NDC 那现在目前要求是 请大家提到2030年 那可能再过几年 就会要求 其在巴黎协定之下 就会请大家提2035年 甚至接下来就是2040年 所以每个段时间 大家就要提 自己的国家目标 所以他就有一个机制 让大家在这个之下 一直往前提自己的目标 因为刚提到的NDC 他有一个很基本的规定就是 你下次提的不能比这次来的往后退 OK 所以你就会被逼着一直往前走 岔开问一个 就大家曾经会听过 什么京都议定书可能会崩溃 会失败 或者是因为川普退出巴黎协定 所以这个显然就没有办法玩下去 就有的时候新闻啊 评论会这样去讨论 他这个会是指什么 他指的 第一个您刚刚讲的 京都一定会崩溃 其实最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当初有定那些 不建议国家应该有的减长责任 就是时间接近了 像他有中间有一些check-down 就发现那些被规范的国家 其实都没有办法达成 他当初所承诺的目标 所以他就认为 那这些国家没有达成 你当初京都一定所定的那些规则 可能就没有被实现 所以那个一定数就等于是崩溃 没失败 对那巴黎协定回答 就是因为 他里面其实有一定的 就是他希望大部分 我虽然定了一个规则 可是多少人进来 这个规则里面 共同执行 其实会决定这个规则 这个结果有没有办法去往前走 那不会延的美国 其实是全球主要的一个排放体 所以美国不进来 相对的他的排放量 一部分就不在这个框架里面被讨论 再者是美国其实相对他的资源也多 所以很多国家可能要仰赖美国 跟他一起合作 或是协助他的资源 如果没有进来 那可能那个很多的 共同执行的一些合作计划 可能也没有办法推展的那么顺利 对所以就会有延伸 你刚刚提的 可能就那个巴黎协定 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谈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从COP26到27 从去年到现在 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去年我要特别 为什么要介绍COP12 因为它有趣的那种是 刚才我跟你讲 就是到拜星谈的 目前最新的起研点 是到2030年 可是去年在COP26 格拉斯科 尤其是英国主办 因为英国对气候变建 其实投注非常大 新厉害 是全球非常领导的一个国家 也刚好是去年 联合国有一群科学家 或许你之前听过 就是IPCC 他们有定期在研究气候变迁 尤其是气候温度的变化状况的 所衍生的一个科学性的报告 那他报告里面有提到说 如果未来我们希望能够 避免气候变迁的冲击 我们必须控制 所谓的升温的状态 你之前可能会听到 什么2.5度C 2度C等等之类的 那他科学研究会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人类要避免 温度上升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可能就必须 把地球的升温 控制在1.5度C之内 1.5度C 然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 来挽回推算的话 人类必须在2050年 让我们的排放量变成是净零 也就是我排放的 要把它 想办法把它吸收回来 等于对大气中 没有在任何新增的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 来控制大气中的浓度 我才有可能避免 那个毁灭式的那种气候灾难 所以因为这样科学的一个基础 所以他就开始讨论 2050年净零这个议题 所以你就在去年就会提到 大概这件事情 他到COP26确定要求 而且已经大家有共识了 我们以后要讨论的框架 就不再是未来国家分配多少 而是全球都应该要思考 怎么在2050年打成净零 所以他就画出了一条 所谓的净零路径 希望全球应该要 被死在这条路径往前走 我们才有可能去控制这个问题 那你刚刚提到 在去年COP26到27 到底大家发生什么样事情 我们用一个简单 我刚刚所介绍的NDC来看 就是每个国家 所提出来的自助贡献 去年IPCC把每个国家 提出来的减碳目标 就2030年 把它全部都架在一起 跟那一条 我说要打成净零的那条线 去比对的话 因为2030年那条线 其实它会有一个 2030年应该 我们要做到哪里的节点 虽然没有办法进零 可是你必须 收懂到那个目标 我才有可能2050年进零 就发现COP27开会之前 我们的2030年的排放量 其实甚至会比2019年 因为那时候 大家的排放 全球数字只有到2019年 全部加在一起 2030年的目标 就是我努力要做 我都要多少 2030年全球加在一起 跟2019年那时候的 全球排放量一比 其实还要多 就是它是增加的概念 所以就变成 其实虽然大家都提出了 所谓的我要怎么去减碳 或者是 把大家所有人加在一起 其实比我们现在排放量还要多 所以COP27在会议 甚至会议招会之前 有一个很主要议题 就希望大家应该好好的去认真面对 你第一所提出来 2030年的目标 你应该要怎么减 因为现在全部加在一起 其实是离我们那一条 要2030年进行路线 还非常的遥远 那我们也有在统计过 COP27开会 报案会议前 会议中道会议后 有些国家都续续续更新了 它的那个NDC的目标 目前我们掌握数字 好像会比2019年 再减少个差不多 已经是负了 可是只有负的将近一个位数 就是好像是零点几%而已 对 所以距离2050年的路径 其实还是相当的远 所以在这次会议里面 其实很主要的探讨议题 就是希望我们怎么去做的更多 那怎么去迎合所谓的 禁令目标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那像直密是刚刚有提到 是禁令办公室 那禁令办公室是 研究发展委员会 我们负责 负责 那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参加COP 毕竟外交地位是比较特殊的 这个参与的经验 怎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很多听众们也会有兴趣 这一点就像刚刚主任讲的 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所以我们并没有在那边 有任何的行为 所以没有任何官方的角色 所以过往台湾要参加COP 其实都是透过所谓的NGO 我们是透过NGO的名义 因为台湾有一些NGO 在联合国其实是有注册的 所以它每年开会的时候 其实就会给NGO一些名额 那我们通常就是 透过NGO的名义 然后去报名 然后才有办法进入到会场 去参加大会开会的时候的 外面的Side Event 因为它有很多的 外围的一些展览 或是在外围的演讲活动 我们就可以去参加 那同一个时间 外交部也很帮忙 他可能会做一些双边的讨论 或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方式 来展现一下台湾在这个领域 我们有哪些努力的一个结果 可是前面有跟主持人讨论过 其实因为我不是联合会议过 所以刚刚所提到的巴黎协定 甚至跟前面的基督一律书 然后到底全球怎么规范 台湾是没有办法进到会场参与讨论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全球简单责任里面 台湾也没有在那个清单里面 因为我们都是联合会议国 可是刚讲的我们的NTC 其实是我们提出来 我们就完全follow国际的路 提出台湾的一个我们的NTC 其实也是去强调 台湾身为整个地球的一员 我们愿意尽到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因为针对我们简单的部分 我们就提出我们的一个目标跟想法 那我们就尽到今年 因为今年COP27里面 那我们今年在COP27里面的会议 有提到哪一些的具体的一些重点 那有没有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 讲到那个COP27之前 我可能要先介绍一下 我们在探导气候变迁 其实大底上 我会分成两个面向 去探导气候变迁的问题 一个就是刚提到 气候变迁主要都是因为 人类排放物质气体 所以我们要去减少 物质气体的一个排放 甚至是刚刚讲205年 希望我们能够达成精力排放 所以在会议里面 它第一个谈到就是所谓 我们会俗称它叫做减缓 就是metication 就是我们怎么去减少 我们的排放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主题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 就是大概从刚刚主任介绍 你会发现这几年来 极端气候暴雨 或是一下天气很热 或是长时间不下雨 不只在台湾 在全球各地 其实常都听到类似的气候的风险 或是气候的灾难事件 就发现说 其实气候变迁这个问题 已经在台湾发生了 那从科学家也就 也会发现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 而且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它 可能会持续恶化的趋势 我只能会减缓它的恶化趋势 所以人类另外一个课题就是 当这些极端气候 当这些气候变迁冲击 一直在发生的时候 我怎么去面对这个冲击 所以有另外一个议题 就叫做所谓的调试 调试就是我人类 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 或是我的经济活动 来面对气候变迁的 这些冲击 对我所造成的影响 那影响跟伤害降到最低 所以在整个会议上 其实大体都在讨论 这两个议题 一个是我怎么减 一个是我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调整 自己去拒绝这个问题 所以贝斯在这两个框架下 其实在这次的COP 不会延的 其实很多外界都会称 这次COP叫做WeCOP 就是有点衰弱 有点 他比较脆弱 就是有点软弱的COP 因为今年 因为在非洲召开 然后埃及是主事国 然后他也是主席 所以其实像这种大规模 就有一种 比较争议性议题的一个讨论 那个会议主席的责冲能力 或是他背后的那个势力 或是他所代表可能的一些 厉害冲突 或是他有没有一些想法 其实就非常影响 这个会议的一个发展的程序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 为什么巴黎規定会过 是因为 报总统他认为他应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想办法去折冲了一个 让大家可以接受的结果 所以才会有巴黎协定 这样子的条约出来 要不然 如果他那时候不想做这件事情 或许要等到COP22 才有可能再去订一个新的公约出来 所以那完全是只看 那一个会议主办国的一个主导性 那这次不会 因为在非洲埃及 那其实埃及又跟中东国家 有很多的联结 我们或许后面有机会谈到 其实他会有很多 厉害冲突的一个讨论 尤其是我们如果刚刚提到 我们要做更多 我们必须提出更积极的MTC 才有办法去解决 或是达成我们的精灵目标的话 其实怎么去尝试的主导 让大家愿意去follow 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其实是要有一些 企图心跟想法的 可是目前看起来 在这个基督医术 他虽然有一个宣示 希望大家能够在明年的COP28 之前能够持续的去精进 各国的MTC 可是你会发现 这在国际公园里面 其实是一个相对软性的 一个呼吁跟一个结论跟条约 所以在这一块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 应该处理这个问题 可是他并没有一个 很强而有力的一个发展方向 可是有其中几个两个议题 倒是还蛮值得拿出来 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是第一次在公约的讨论里面 出现的所谓的能源的 那个议题的讨论 为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从去年俄乌战争以来 能源因为俄国刻意 去切断了天然气候供给 所以对全球的能源造成一定的冲击 所以大家会发现说 其实我不知道减碳 怎么去维持能源的稳定供应 然后让它跟减碳 两个目标共存 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去面对的问题 因为确实很现实的面试 很多国家为了维持它的能源供应 我有就敢来用了 我没有办法管它到底是 哪里来的 烤炭还是低炭 所以你就发现有些国家回头 得要去用煤炭 因为它实在是气不够了 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就特别去讨论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除了气候变迁问题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责任归属的问题 因为大家还在吵 到底哪些国家应该要负责多一点 我想这个在COVID里面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 持续发展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边我就不用特别多讲 那另外我要特别介绍的 就是一个调试问题 因为调试就是气候灾难 气候冲击已经开始发生了 所以其实现在在地球上 很多的国家 尤其是一些开发中国家 或甚至低度开发国家 其实因为他们的相关的 那种基础设施不够 然后再加上他们人民的生活条件 也比较不好 所以他面对这种气候灾难的能力 其实相对我们可能 因为雨降下来 至少我们有一些水利设施 帮我们做一些排水 那些国家其实是没有水利设施 水就就直接冲到家里面去了 所以他们面对气候边界这种冲击 其实他们的那种受到的财产 甚至生命的安全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的 所以在这次呢 因为也是非洲国家主导 所以他们也提了这个问题 他就认为说 以开发国家 你不只要减比较多 你应该要为你们所造成的 气候变迁的一个问题 要负担更多的责任 所以他们这次提出所谓的 损失及损害 就是你要为 我现在其实是我在承担 这些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你应该要协助我 怎么去减少我的损失 甚至减少我的财产的一个损害 所以在这次里面 第一次也把这样子的问题进来 因为过往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相信因为你知道议程上 一定都是以开发国家在主导 他当然不会希望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属于 跟他们算账的议题 放到所谓的那个条约里面去 可是这次首见的这样的议题进来 我觉得其实也让大家去正视 其实气候变迁所造成的问题 其实是人类必须要去共同面对的问题 那已经不在于我要不要减 我要减多少问题 是我们怎么去共同面对这个问题 甚至我们有可能活下来的一个问题 我想在很多开发国家 就已经面对到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今年就很多都在处理这一块 包含怎么去协助他们 那当然不用讲 它一定会涉及到钱的问题 因为就是这些国家需要钱来帮忙他们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今年 在COPUS期待发生 在过往 这些开发国家 其实都一直希望 这些野化国家应该要负担这些责任 所以过往 其实在这个联合国 公约的框架下 要求要成立一些基金 来协助这些国家 包含协助他们 怎么去因应气候变迁的灾难 甚至要协助他们做转型 比如说协助他们去建设 新的一些基础设施 或是一些能源设备 来提升他们的一个减碳的能力 或是调试能力等等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资金的规划 可是根据我们手边的资料 开发中国家他们去算说 如果我要 你们能够帮忙我这些事情 联合国有一些研究 去顾问一下 大约需要多少钱 大约需要5.8兆到5.9兆的 美金的规模 将近6兆规模 可是你知道 在之前的公约的框架之下 其实有要求 这些引发国家 每年每一年 至少要给0.1兆 来帮助这些国家 从2020年开始 你看2020年开始 2020 2021 2022 到今年 照理说 你应该要给0.3兆才对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到目前为止 这些引发国家 全部给了多少钱吗 给多少钱 0.05兆 差这么多 可是你看 他单单的 我的需求其实是6兆 对 然后我现在每年 要给我0.1兆 照理说 你现在要给我到0.3 只是你11到现在 只给我0.05 0.05 6分之1而已 对 然后所以今年 其实很多在讨论这些 然后在讨论 我钱要怎么给 那里面就会很有趣的 就是以开发国家 就在想 我怎么钱要给你 那可以理解 因为他也希望说 我钱给出去 我不希望只是给你 然后你把钱拿走 可是问题 他也会怀疑 这些开发国家 到底有没有能力 把使用这些钱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他开始在讨论说 不只钱 我要带着我的产业去 带着我的资金 去助你 你听了会觉得 很棒啊 你这些 以开发国家 想要去负担 承担你的责任 对不对 可是背后你会发现 其实他谈的是 我要带着我的产业去 对 所以他是打算 我要带着我的产业 去赚我的钱 虽然最后会帮到你 可是最后 其实那个钱是 会被赚回来 是在培养我的产业 要继续往前走 对 所以其实 非洲国家看不出来吗 其实也会 所以在这个场合 他们就常常在 折冲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会在公约的 那个 直接进入里面 就发现 其实 最后其实也没有 一些很明确的 一个结论 可是他们知道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有保留一些机制 会继续再往后去讨论 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所以这是这次在COPUS 主要的几个结论 对 因为这次COPUS 它的主题 就是一起实践 可是报道上面 也有提到说 有很多讨论上 是希望要降低 过去的承诺 就是因为刚刚 直密提到的这些状况 就是钱的问题摆不定 然后这个承诺的 大家在讨论 这个承诺要怎么样 可以推进 一推进太多 可能有些国家都受不了 然后加上 乌俄战争又开打 然后能源供给 又变得很紧张 因为俄罗斯 确实就是天然气 跟主要来源 然后现在美中 又关系也变得很紧张 然后大家想说 未来如果是关系紧张下去 可能又会有贸易战 又会有一些 不知道哪里 可能供应力会出问题 什么的 是不是这一些因素 整个加起来 反而让这一次的 这个20期 它讨论 就没有办法那么顺利 博会言 就是刚刚您提到的 其实今年以来 整个国际情势 包含硬起 在大陆战争等等 其实在整个 气候变成议题上 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干扰 那在这个场合 其实也会非常反映到 每个国家在这个议题上 到底在打什么 如意算盘 所以可以发现 我们在这个里面 你刚刚提到 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 往2050经理那方走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会上去非常明显的 告诉你 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到底有多远 那现实面就会看 其实就像我前面提的 气候变成议题 温激移房移题 背后其实就是经济议题 那经济议题 其实牵扯到 这个国家未来 它有没有可能因为 我要符合你 气候变化得损的 我这个国家的竞争力 其实你怎么想都觉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它想办法是 去争取自己的 一个最大的利益 要不然就是 如果真的没办法 它需要能够去 争取自己的一个 传习的空间 所以不会也在这里面 大家都一直在做 这些拔河 比如说甚至提到 刚刚讲的 1.5度C 是我们要控制 气候变间 对我们人类造成 毁灭性冲击的 我们认为应该要 锁住一条线 可是甚至有些国家 就会提 就像我们知道 像印度跟中国 这些开发的国家 就认为 你不要再骗我 1.5度C 那条线实际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 面对现实吧 所以我们赶快来 划另外一条线 不要再用那条线 来绑住大家 甚至有些国家 会谈这样子的概念 那不会言的 其实也会有国家 就是刚讲的 它必须改变 现在化石人员的 使用形态 可是你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产油国 而且很多产油国 在中东又靠近非洲 你势必会影响 这些国家 未来的一个竞争力 那他当然会想说 那你的规范 怎么让我的油 可以用到一个 容许的一个极限 所以在里面 也一直在 讨论这个议题 所以虽然 后来有人提议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公园里面 去逐步限制 然后去规范 哪些被排放 二氧化碳的 那个化石人员 不能再用 在讨论过程当中 有很多国家同意 那他也有一些 公司的版本出来 可到最后他还是 没有办法辨认结论 因为一些化石来料的 生产国是极力反对 他就是一个 好像可以理解 对对 他是一个整个 折冲的一个状况 那更不用讲 我刚刚讲的就是 其实讲到 那个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是责任归属的问题 然后就会去看 每个国家发展的状况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在进入一定数讨论的时候 1997年 那时候的发展背景 跟现在其实完全不一样 最明显的就是看到 中国的崛起 那中国崛起 其实当然就有 跑出一个议题是 你中国现在是 全球最大的排放源 而且你自己的发展 你可以看到 你中国的经济实力 其实在国际舞台上 也有一定的 那个影响力 对 所以大家开始回头 再跟大家算账说 你中国是不是应该 在这个检探上 也应该要 扶担起一些责任 包含 你自己应该要 减多少等等之类 甚至 你是应该开始 提出一些资金 来帮助一些 开放中国家 可是中国的代表 就会说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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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开放中国家 而且这些问题 还是以前 那些已开放国家造成的 所以没有 OK 我还是已开放国家 我们用已开放国家 来算中国的责任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还是回到一个 非常现实的 国际政治问题 那如果COP27这一次 像刚崔米讲 它是一个 比较weak 感觉比较 皮正无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对于 可能未来这个路径 可能还没有办法达成 相对比较具体的共识 回过头来 那台湾 台湾自己也有设定 自己进行的 台湾目标 那台湾要如何来去因应 这样子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变化 COP27虽然说 没有一个具体的共识 我相信它还是会 带来一些 未来的一些趋势 带来一些影响 那台湾又如何在这样子 一个国际的 一个趋势中来自处 好 那可能要容许我再 跳离开COP的框架 因为我们刚讲COP 其实都是在联合国 尤其是国跟国之间的 界面来探讨 你每个国家应该要做什么 那你现在谈到产业 我觉得有一些思考 又要再进来 因为在探讨气候变迁议题 不会演得从 之前介绍 气候变化公议院 到进入应酬 到巴黎协定 每个国家都要被规范责任 那台湾也提出自言离席 可是面对这样子议题 其实不是只有在联合国 或是国跟国 这些框架之下 在去年欧盟 大家知道欧盟 其实在减碳这些议题 在全球上 其实他一直积极的 扮演他的角色 他去年提出了一个机制 叫做所谓的 碳边境调整机制 你提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好口 其实我简单来说 就是所谓的碳关税 他就是说欧盟 他自己本身 对他国内的厂商 就叫他排放源 他其实对他的排放的 厂商排放源 其实下了非常重的管制力道 那你可以就跟我们前面一致 你管制力道重 其实对厂商 就一定会增加他的生产成本 那增加成本 其实就面临到实际状况 是在他国内生产的厂商 其实就面临到 进口的厂商的生产的 产品的不公平竞争 因为我要不担比较重的 减碳责任 那相对我成本增加 我的售价一定会比你来得高 欧盟做比较贵嘛 对对对 那我刚才把工厂搬到 不需要那么遵守 减碳地方的 欧盟一来就是怕他的厂商 就是我进来会面临到 不经常竞争 那就像刚讲的 他也怕他跑掉 可是他会给他一个框架 叫做所谓的碳泄漏 因为他认为 你跑到其他国家去 其实那个国家的管制比较轻 比较松 所以反而你不会用 比较高效率 比较低碳的一个制程 所以其实对全球排放 其实是不好 所以他会给你这个框架说 其实我是避免 全球的排放量增加 说我要定这样的规则 其实换言之 其实他是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所以以后就变成说 以后你要东西卖到欧盟去 只要你的管制强度 就是我台湾要做生意到欧盟 只要你台湾的厂商 跟我欧盟厂商 面临不一样的管制强度的时候 你要补我那个差额 就是所谓的 你要克所谓的碳关税 OK 对 所以就等于说 现在不是在于 国跟国之间 你台湾减多少问题 是你要做生意 你要跟欧盟做生意 你就得要去负担 一定的减碳责任 因为至少 起码你要拉的跟他一样贫 所以就变成 他就不是一个单纯的 公约管制的一个 国跟国的强度 他已经开始透过 经贸的手段 去影响你的厂商 这是第一个 大家真的会 因为这个减碳的目标 被瞌睡 对 就真的会被影响到吗 其实就是减碳的强度被瞌睡 对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不只是官方 其实在民间也开始 你会发生 你最近可能会听到一个 绿色供应链的概念 有 那其实就是很多品牌商 他为了自己 形塑他 因为气候变迁的问题 他希望 就跟人家讲 我是一个 那个零碳的产品 我是一个 环境友善的产品 所以他就宣告说 以后我的产品 其实就是不会排放 那他会影响 就是他要做 他生意的供应链 全部得要供应给他 不会排碳的原料 跟产品 比如像 Apple 宣布他要零碳 那 我卖给他的台积电 所有的面板 所有的机壳等等 全部都要是零碳的 所以就引发你所有的这些厂商 你要做Apple的生意 你得要去提出 我的产品是零碳的产品 所以厂商就变成 他另外一个压力是 撇开国家的框架事件 我要做生意 我得要提出我的简单的目标 我得要去降低我的排碳量 所以我们厂商 其实就开始面临到 不只是公约框架的问题 它其实面临到 经贸的一个制裁的一个手段 跟实际 它有没有办法做生意的一个问题 所以最近可能在产业 常讨论的都是在这个界面上 可是我要重申的是 这个不是那么全面性的 第一个就是 它有大小的差别 所以很多小厂商 其实都会面临到 很多小企业都面临到一个 所谓的探恐慌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听到简单简单 可是它不知道怎么做 它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可是我要先利用这机会 跟这些小企业讲 在目前国家的框架之下 像黄保署 或是我们跟黄保署 都讨论国家要定的 那个管制的一个方法 我们都是先抓大的 因为台湾现在目前 我们要求每年2.5万吨 直接排放的排放源 所以这些方法就是 你直接燃烧 欧阳化 你所造的排放 目前大约有287家 它大约就占 我们全国排放量的 将近八成 真的 200多家就占八成 对 我只要管这200多家 其实就管了台湾的 八成的排放量 所以这200多家 如果控制好 其实减碳就已经 对 往很大一步迈进了 所以我们第一步 一定抓这个 所以你小的不用担心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对我们的管制来讲 这才是有效率的事情 而且甚至我们会要求 大的说 大的也会有一些 减量的瓶颈 因为大的 他减到一定的程度 完之后 他接下来成本很高 不然他很难减 我们也会鼓励他 去找小的一起减 所以你不用担心 搞不好 大的会来帮忙你减 因为他有这样子的 责任跟压力 所以要跟小草长讲 不是我们跟你讲说 你未来刚刚说 绿色供应链 什么 你没有办法 你就没有办法做 不要陷入这种碳孔荒 有些其实是有 先后顺序 大小识别的 可是我们又回到 刚刚一提是 我们产业运动 这样的问题 其实他就要想办法 怎么去做生意 所以他要有一些 减碳的方法 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其实我们也常跟 厂商这样讲 当你要去做减碳 你势必刚讲 我产业 我的制程 要换成很多的 无碳制程 或是低碳制程 所以他势必要有 很多新的技术 或是很多新的能源 要投入进来 那就会在市场上 衍生新的需求 那这个需求 其实就代表 有很多新的机会 因为你既有的东西 其实在目前市场上 大的厂商 或是多数的厂商 其实大部分都是寡站 或是垄断的 整个市场 你小厂商要经历的机会 其实并没有很多 其实台湾 其实最好企业会多 可是很多新的技术 或是新的领域 晓得其实它的灵活性 或是它的创新性 或许会比大的来得 快跟来得好 所以我们的很多小产业 其实是相对 其实是会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反而鼓励 大家换一个角度讲是 很多的管制 其实会创造很多新的市场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找出自己新的机会 那其实很多国家 也这样想 你会常常听到一个名词 就是我要谈静铃 可是很多人都认为 静铃对他来讲 是一个枷属 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一定要什么事情不做 或是什么事情 换什么东西 我才有办法去捡 可是换一个角度 因为大家都觉得静铃就是要减排 要减排就是这个不能做 这不能做 对对对 可是你也讲 它的减的过程当中 它不代表不做 它其实是可以换 它可以换跟转 它也是可以同步打成静铃 所以我们在静铃的后面 通常会加一个概念 叫做静铃转型 因为静铃不代表 全部都是减 其实它代表 你要变你要转 它不是停工 对对对 它绝对不是复杂 所以你一变你一转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有非常多的一个机会 所以很多国家都会把它看成 其实静铃不代表不成长 而是我要换另外一种方式来成长 就很多国家都会把它叫做 所谓的绿色成长 所以我们现在也一直在跟厂商讲 静铃不代表你不成长 代表它只是告诉你 你有没有可能思考 另外一个方式来继续成长 那台湾的产业 有这样子的机会 把握住这个优势吗 那经济部有没有想过 怎么样来跟民间企业合作 来把握住这个优势 因为既然这是持续到2050 因为联合国把目标定到2050去了 看起来是一个中长期一个大趋势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掌握这个趋势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 其实你要打成静铃 你在生活上 你势必做一些改变 比如说你在家里 你平常吹冷气 你可能你进到家 冷气的控制常常都是 你自己要去控制它 所以它并没有办法 直接帮你随着 你现在室内跟室外的温度差 或是你实际的体感 你的温度需求 来帮你协助做温度的控制 所以有时候 它常常其实不是一个最佳化的控制 可是如果它最佳的控制 其实都要透过所谓的 智慧化的控制 去做一些温感 或是一些什么细部的调控 那这调控 其实它就非常需要仰赖 相关的一些晶片的控制 来协助机器 做这样子的一个控制 那听到晶片 你可能就很熟了 台湾在这些领域建议 其实我们有很强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常提说 晶灵其实另外一个概念 其实它代表就是 你得要数位化 你得要智慧化 那听到数位化跟智慧化 你就知道 台湾其实在很多领域 其实是非常有机会 那除了生活上 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要再讲 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车辆 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这是油车 那油车 因为使用石油 所以它一定会排放温室气体 那你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 发展成电动车 或是发展成轻能车 所以国际上都会提出 未来2035年 甚至台湾已经提出 2040年 我们都希望新售的车辆 大部分百分之百是电动车 那你知道 你也听过Tesla的 很多的供应应该是来自比台湾 因为台湾在车辆里组件 尤其是在这种 比较智慧化电动车的 需要很多控制的那个界面上 我们其实是有很强的 国际竞争力 所以你看这样的趋势 对我们产业来讲 你觉得其实是压力吗 我倒觉得 我们产业 世界又帮我们打开了很多的市场 我们是有很多机会存在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 以这个数位科技 是 来做非常擅长的一个国家 我们产业本来就很擅长这个 可以去掌握这个机会 那我们的政府 就以经济部的角色来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 跟民间来合作 来让政府去达成 台湾2050 G0碳排这个目标 第一个 当然我想这会有大小产业的差别 那大的我们知道 其实他自己本身 因为他跟国际连接非常的深 然后也非常及时 所以他们一直都有掌握这些趋势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所以进一步我们在 部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跟产业有成立一个 金银联盟 那我们就跟产业共同合作 他需要整合的界面 我们帮他做整合 甚至我们可以提供一些 政府在制度上面 有一个协助 甚至协助他做国际的一个链接 跟国际市场的开发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他的力量来协助做小的 好 只有我刚刚讲的 我们有提到一个大大小的概念 我们希望大的资源能够跟他小的分享 因为你知道 其实台湾很多大厂商 我们俗称叫做中心厂商 其实他是透过国内很多的 做角企业的那个供应链 才协助他去完成他的 包含他产品 或是他自己本身 制成的一些器材的一些供应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也协助 他整个供应链 都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就满足整个那个品牌上 绿色供应链的一个要求 那除了我们希望大袋小之外 我们包含像公益局 中小企业处 交工处 这种跟产业有第一个 直接接触的那个局处 他们就会提供相关的协助 包含教他们什么叫做禁令 然后先从了解自己的排放量开始 那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个工具 像经营部 我们就有开发线上的工具 各位中小企业老板 你不会算就上到我们网站上来来 只要依照我们的提醒 一步一步输入您的相关资料 你就可以大约了解 你的排放量是多少 你也可以知道你大部分排放都是来自于哪里 那你就可以知道 那我要减的话 或是未来你的品牌商 或是你的供应链 要求你要申报你排放量的时候 你就会有基本的一个数字 那有这个数字 我们甚至也会有结合相关的一个辅导资源 包含像一些供应协会 或是一些专家 到场去帮你辅导 就是让你知道 你哪里是你的排放热点 那有什么样的技术 可以现在市场知道就有 而且不会增加你太多成本 而且可能是短时间就可以回收的 甚至你可能要换设备 你需要一些贷款等等 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贷款的一个 优惠的一些协助 那我们也会结合类似像金融机构 提供一些融资啊等等 这样子一个资源 让你的那个整个改变是可以发生的 所以我们一直有在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时间快到尾声了 那我们最后就回到我们个人 因为我们谈了国际 就这么大的面向 我们又谈了国家 又谈了产业 那我们最后来谈谈个人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要为敬礼 为气候变迁付出一份心力 因为大家总是每个人在生活中 也都在刚直面就是我开冷气 对我们也开车 那我开车的话 我也许可以比如说改骑脚踏车 那冷气的话少开一点 或者是选择比较省电的 那我们在以个人的角度来说 或者是像把白 我们不是工厂 我们是比如说媒体这样子 可能想象上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排碳 那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很小很小的这样的单位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为这个敬礼 做出一些贡献 如果你要知道你要怎么检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上到黄毛署 或是相关部会的网站 都会告诉你 你一天的生活 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 你中间会发生多少事情 你会造成多少的排碳量 甚至有些broker 他都会计算他自己一天的生活 在哪里会产生多少排放量 所以扭星域 其实在Google上面都找得到 他也告诉你 怎么去做一个敬礼绿生活 就是像我刚刚有介绍 今年3月30号 那个国发会有发布 整个国家的敬礼绿律 其中有一个关键战略 就是环保署所负责的敬礼绿生活 他就谈我怎么透过生活面 来让一个人去做检探 好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从自己的行为面 去改变开始 我倒觉得那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所谓简单的事情 就是在于你要跟不要而已 那是在于你知道怎么做 你愿不愿去做 可是我倒是建议 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 气候变号 钢号公约 跟有关国际检探这个议题 我倒觉得 或许从这个议题 他可以去关心 这个议题未来的发展 跟你跟整个人类生活 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 有趣的议题是在 我们又回到这次Covid 27 我再把它绕回来 我这次去Covid 27 我觉得我有一个 很深刻的感想 就是你刚会发现 我们谈的都是在于 我们怎么去检探 我们怎么去调试 面对这样的生活 可是我发现有些国家 提的是在于 每个人不只是 我自己要怎么解开始 你有没有可能 为自己或是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人类 在静零 你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 Solution 更积极 你可能不是简单 你要提出解决的方法 不是以身作则 还要去带领大家想一些 大家可以一起来做的东西 是是是 其实每个人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 其实刚提到很多中小企业 你可能会说 它的压力都在于 它要怎么检 其实不是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 很多产业其实 它会跨出它自己 比如说它做某一个材料的领域 它可能都是 以往都是要满足某一个 比如说它满足半导体 在生产上某一个材料的需求 可是或许它那个材料特性 它可能可以在简单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谈一个技术 叫做DACC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大气中 直接去把二氧化碳捕捉下来 这样我就可以解决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浓度的问题 可是这个其实目前技术 跟成本都非常的高 可是我们这次就发现 日本有厂商 它就发展说 它本来做的一个陶瓷的材料 它可能平常是为了某一个产业 在制程上某一个器材的需求 可是发现它那个陶瓷 其实有个特性是 它是一个多管材质 所以它有非常强的复吸收能力 那它只要加了某些东西 就可以直接帮忙 把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抓下来 所以它就完全跳脱了 它原来这个材料 或是这个器材的一个用途 然后它做跨域的思考 然后它在它自己角度 我可以帮简碳这个议题 我是一个solution 对 所以我很鼓励 个人其实甚至到我们的产业 或甚至到我们台湾 有没有可能把这样子的一个减碳 从一个我们怎么去因应 这样子国际框架 然后是一个怎么减碳责任 更积极的 其实我们有可能帮人类社会 帮我们的未来提出更好的色录血 这是我觉得更有趣的一个切入点 我觉得执迷这个角度很特别 因为以前大家讲到这种减碳 环保的时候 都比较是独善其身 比如说如果你做环保的话 比如说可以省电 省电就可以省钱 省水的话也可以省钱 那如果环保做好的话 那至少家里的环境会更整洁 都会讲到一些对自己好的面向 但如果我们把这观念拓展 甚至是翻转的话 我们未来在想这种净零 减碳的这个思维 每个人应该要把这样子的思维 放在脑袋里面 我自己的能力 可以多为这个议题贡献什么 也许 比如说也许我学的是法律 可是我们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律师 他们就在做环境的议题 我想这也会是一种结合 所以大家可以从自己的能力里面 去找到跟静灵 跟环保 然后跟减碳有关的面向 然后去提出一些贡献 对 因为我觉得静灵议题 真的就像我们前面所介绍 我觉得它是人类本世界 跟下一个世界不只是你 我觉得是我们未来子孙 一定得要去面对跟解决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不是消极的 只是在于 我怎么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其实更要为 我们未来下一代 跟地球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 或许讲的有点太道德性 可是我觉得在气候边境议题 你不得不把自己拉到这样的层次 我觉得那个问题才有可能真的被解决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策略 让大家更接受 或是让大家更认识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还常常听到一些什么ESG SDG 像最近常常越来越多这种东西被讨论 我们是不是需要让大家 更能够了解这些资讯 您刚提的像ESG等等 其实它就是透过这样 其实让产业赋予它一定的责任 那透过这责任 其实就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越来越多这样的机制面 其实不只是政府端 或是很多的资源倡议 或是来自于一些那种 像讲的供应链 或是金融界的管制 都会有类似这样的倡议出现 我觉得它的出发点 都是赖于希望更多人参与 而且都是实质的参与 在这个简单议题 是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的经济部经理办公室的 中文子这些秘书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资密他有去过 这个Corp 2627 亲身参与过这两场大会 然后感受到非常多 气候变迁这个讨论的现场 感受到人类危机 如果大家再不赶快解决 这个迫切的这个程度 应该是比我们所有人 能够感受到更强烈 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开心 可以跟资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一起来去讨论 我们如何一起来去面对 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 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集一面 也讨论的非常多 这些跟气候变迁 我们常常在电视上新闻上 或大家在其他的Podcast节目上面 我相信大家也常常听到这些名词 那我们今天也把它做得 非常完整的整理 那希望大家听完这集之后 我们可以一起来想想看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工作 或我们自己可能 如果是学生的话 你现在学习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没有任何可以为静灵 为剪排做出贡献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思考 然后想这才是未来 我们真正应该要去走的方向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直觅 谢谢 谢谢 谢谢